男人在雨夜捡了漂亮姑娘 女孩全在那里 脚上沾满泥土 男人顿生怜悯 将女孩背回了家 大山单身多年 突然碰到这么个美丽女孩 难免会有些不堪的念头 可女孩纯净可怜的眼神 让大山心中一颤 方才打算将她留下当老婆的想法 瞬间荡然无存 大山出门打了盆热水 贴心地放在女孩脚下 看女孩浑身湿透 她又拿来一身干净衣服 她不善言语 只说让女孩今晚在这休息 便披上雨衣出门 打算在办公室将就一晚 门关上的下一秒 女孩的眼泪不受控制的下落 她受尽了委屈 大山的关心 让她觉得倍感温暖 次日大山下班回家 看到女孩还在 心中顿时一喜 她常年住在山里 不知该如何跟女孩相处 只是将包子递给女孩 又拿出二百块放在桌上 接着便走出屋子 将空间和选择留给了她 女孩看着窗外的身影 知道这是个好美 但这里终究不是自己的家 于是她收拾好衣服 拿起那二百块打算离开 铁轨旁 女孩留下沉默 以后会还上这二百块 大山依旧沉默着 她是不舍的 可也不能强留女孩 火车的声音适时响起 大山挥了挥手 帮女孩拦下这辆去县城的车 这时三个中年男人突然跑来 他们模样凶狠 女孩一见便害怕地躲在大山身后 大山护着女孩 问面前三人的来历 可对方语出惊人 称女孩是自己的儿媳妇 大山疑惑地看向女孩 女孩却眼神躲闪 其实她叫小草 不久前被对方用六千块带回家中 说是彩礼 实则于买卖无异 小草不愿接受 便趁机跑了出来 这才遇上了大山 大山想帮她 可对方坚持要带人走 事情闹到班长那里 小草被带回屋内 她十分害怕 不禁叫住了大山 哥 我不想回去 帮帮我 哥 他有病 是傻子 大山顿觉心疼 他回到办公室 班长正在与那人争论 他说买卖人口违法 警方知道后肯定会追究 可对方是个法盲 他觉得花了钱就该带女孩走 面对这样的人 班长也满心无奈 这时大山开口了 他愿意垫上财力 但对方却不依不容 你是干啥的 谁叫你提了还财的钱 我儿子在家 还等着回去办事了 你活糊涂了吗 你儿子那病 能结婚吗 大山的话戳中了对方痛楚 他双手颤抖 不再争论 收下钱便离开了 班长知道大山这次是掏空了家底 于是便撮合两人 希望小草能嫁给大山 毕竟那是大山的老婆本 他负责铁轨维修 常年不出深山 所以这个年纪还是光贵 小草深知大山的善良 他没有反对班长的话 可大山却不同意 他不想用这种方式决定小草的一生 班长叹了口气 他知道大山是个倔脾气 也就不再多说 傍晚时分 大山亲自将小草送上了车 列车逐渐远去 小草眼中的大山越来越小 他十分不舍 大山的善良和温柔已然走进他心中 晚上大山回刘沈家吃饭 这是个对他很好的长辈 刘沈问大山为什么不留下小草 那么漂亮的姑娘 就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呢 大山沉默不语 一口喝掉了杯中的酒 这晚他醉了摇摇晃晃地回家 栽在床上便睡 次日一早 大山仍觉头疼 可他一睁眼 竟看到趴在桌上熟睡的小草 大山心头涌起一阵欣喜 他轻轻给小草披上衣服 桌上还放着些书 大山拿起一本戏砍 竟是高考资料 他这才知道 小草还有一个大学梦 这无疑让他更加纠结 大学 城市 那大概是他这辈子都不会触及的地方 大山放下书本到院中洗脸 冷水扑面 火车呼啸而过 大山若有所思 这时小草醒了 他站在门口 静静看着男人 这次回来 已然能证明他对大山的爱 可大山终究是民事里的人 他想让小草先完成高考 再考虑个人问题 为了让他专心 大山将他安顿到了刘沈家 刘沈对小草极好 几乎将他当成了大山的媳妇 他说自己没别的要求 就希望小草念完书后 能回来跟大山成婚 小草害羞低头 脸上的笑容已说明一切 在得知大山平时工作辛劳 几乎吃不上热乎饭时 小草开始每天给他送饭 一走就是十几里 回留沈家后便努力学习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许久 两人都不善表达 可每天短暂的相见 却累积了长久的感情 大山心疼小草 便说让他不要送饭了 小草没有说话 但次日大山被院外的流水声惊醒 他起床出门 竟看到小草正在洗菜 食桌上还放着早餐 小草没有再离开 他每天洗衣做饭 其余时间都在看书 准备高考 待到日落时分 他就会站在院外 静静地等大山回来 工作时温热的午餐 回家时站在门口的人 都让大山倍感温暖 这份感情如溪水一般 平静且缓慢 连接着两人 环于深山之间 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草走了 他去城里参加高考 大山起初并未太难受 只是后面的生活中 他心里像是缺了一块 无论做什么都提不起劲 他开始喜欢在火车经过时起身 期待小草从上面下来 可每次都会失望 直到这天下班回家 大山看到红泥屋起了吹烟 他眯起眼 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大山露出笑容 脚下的步子快了许多 两人再次相见 没有拥抱和哭泣 只是相视一笑 便融化了这些天的思念 高考结束后的小草 明显活泼许多 他总是拿着饭 跟在大山身后 再一条条铁轨旁经过 刘沈看着这一对 笑问小草 什么时候给大山生个孩子 小草害羞的低头 他也想尽快嫁给大山 可大山却想等小草 念完书后再说 他想让小草 去看谈外媒的世界 到时若是他还想回来 那他自然一万个愿意 小草听到这些 从兜里拿出了那张 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 他成绩优异 已经被心仪的大学录取 大山替他开心 脸上却没有笑容 因为这意味着小草要走了 虽然小草承诺说 一定会回来 可四年那么长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度 离开那天 大山将家里的钥匙 挂在小草脖子上 这钥匙承载了大山满满的 路舍和那个不大的红泥屋 小草心中难过 他昨天从留审口中得知 大山自小被父亲丢在深山 父亲留下一把钥匙 说自己会回来 大山就这么等了许多年 父亲却始终没有阴系 这给大山造成了极大伤害 小草此时握着钥匙 决心不会辜负大山 火车再次呼啸而过 一天而已 两人便已经相隔千里 他们将对彼此的思念诉诸彼端 天上的血和身边的事 被小草混着思念放尽兴致 收信和回信成了大山最期待 最快乐的是 转眼一年过去 两人依旧保持着频繁的联系 距离反倒让这份感情愈加坚固 他们计划着见一面 这晚大山正在写信 同事推门而入 糟糕的天气使得铁轨塌方 大山听后即刻起身赶往现场 经过整晚的抢修 铁路是保住了 可大山却在雷雨中丢了信米 再也没能出来 不久后 小草收到了恶号和大山卫写完的信 她心中剧痛 眼泪止不住地落下 她哭得喘不过气 拿起钢笔再续写了那封信 几年后 小草大学毕业 她选择回到了深山 成为了一名教师 住在那所红泥屋中 她依旧喜欢写信 写生活的点滴 写岁月的变迁 而收心的人始终都是大山 以后的日子简单许多 小草闲暇时会去找刘沈聊天 也会接待一些大山的朋友 她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守着那份感情 过完了一生